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我還要講一則故事 不知道你讓不讓我講 我看看時間時間 我讓你講 讓你講 來 好好好 就是 這後面就是反轉了 嗯 後面然後當天傍晚呢 因為我想去那個夜市 嗯 嗯 夜市 然後呢 我就第一次叫了一輛計程車 嗯 嗯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 我 那個時候 也正在下雨 然後我心情又比較淡 嗯 然後我已經叫好那個計程車了 我想跟司機稍微聊一下 嗯 因為我有看那個YouTube上面嘛 不是很多人都是 有在跟司機聊天啊 我也有啊 一些溝通之類的嘛 我也有啊 是吧 我想跟他聊一下嘛 嗯 然後剛開始沒有回應我 嗯 但是我還是死纏爛打 堅持不屑 也就隨便跟他應聊 嗯 然後呢 對對對 然後忽然之間他說 他就聽出我是大陸口音了 嗯 嗯 然後問我是大陸哪裡人 嗯 嗯 我說我是浙江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起來了嘛 嗯 之後發現他的話匣子打開以後 他比我還能聊 嗯 都是都是他在聊都聊到停不下來 嗯 然後然後呢他有說過啊 他他去過大陸去過上海 嗯 然後以前可能兩岸開放的時候啊 大陸很多的團過來 嗯 然後人也是很多 嗯 那他就經常帶那些團隊的客人啊 或者散客 嗯 嗯 他就是有有有接過各個省份過來的客人嘛 嗯 嗯 然後他還有接過就是 在大陸生活過十多年的台灣人 然後回來 回來台灣後 他他聽那個口音 一點台灣口音都沒有 嗯 他以為客人是大陸人 結果發現是台灣人這樣 就是他接過很多的客人 嗯 嗯 很多就是從大陸這邊過來 嗯 嗯 然後他就說 嗯 那就是現在大陸發展也很好 嗯 嗯 對他來說就是生活最重要 嗯 就是有經濟來源的就可以 嗯 他的想法呢 是說希望兩岸和平相處 嗯 然後保持現狀是最好的 嗯 這是他的想法 嗯 然後呢他就跟我說 他說就是民進黨的話 現在就是太極端化了 嗯 他說把台灣給搞壞了 嗯 就是輿論導向啊 讓那些就是年輕人 就有點太激進了 嗯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搖頭 這樣子 嗯 嗯 然後我說 我說我也 有一直在關心就是台灣的政治 網路上也在看這些政治節目 嗯 嗯 然後他就開始說 他說 現在能看的台就只有一個 就是中天 嗯 中天 他自己說的 他說 蔡英文上台以後 立馬就把中天給封了 他說好像是不能在電視台放了 是嗎 我不知道 不能了 然後他說 不在 cable上面 只能在網路上 嗯 對對對 他說只能在網路上看 他問我 你知道原因嗎 我大概能猜出來啦 嗯 然後他說 讓我千萬不要看其他的 什麼什麼三例之類的電視台什麼的 嗯 他說我會被帶壞的 他說 就是台灣年輕人就是看了這些後 就每天被這些思想所那個 對現在都太激進了 嗯 對對對 他有跟我說這些嗎 就我們聊了很多很多 嗯 嗯 然後就是 對啦 其實那個夜市也不是很遠了 然後最後要我下車的 就是我那個要下車的時候 然後就是阿貝說 他說跟我聊天聊的 然後忘記那個路口掉頭 繞遠路了 還自動退了我85塊錢 哇 真的是很好的阿貝 然後把我放到那個夜市最繁華的地方 跟我說 讓我好好玩 這些錢多拿去買點吃的 這樣子我覺得真的很暖心 對 我當時我內心也是非常想跟阿貝聊的 因為我之前的那些經歷就是大家都不喜歡我 對我只要我說是大陸人大家都不喜歡我 但這次阿貝就是這麼 就是 遇到一個 這麼熱情 這麼友善的 對 知道你是大陸人 反而還對你更友善的這個阿貝 是的 我真的太感動了 我真的太感動了 就是讓我多花點錢 我多給阿貝都沒問題 不對我今天也沒問題 就是跟他聊的這段時間真的是非常開心 就是做一個大陸人第一次來到台灣感受到的第一份溫暖 對 真的很感動 然後他說他是台中人 對 然後我當時想我不知道他是屬於 怎麼說呢 是屬於客觀看待問題的人呢 還是算比較親中的人呢 當時我的感想就是 如果 你只要去過大陸 或者對大陸有一些了解的人 其實不太會抗拒我們 對 對對對 其實是可以有好聊天的 然後有包容性的 所以當時我就只是覺得很溫暖 很感動 沒有覺得什麼被厭惡啊什麼的 那麼從此之後呢 我的交通工具就開始變成計程車了 因為我多喜歡跟阿貝們聊天 對對對 那你載計程車 所以你這次來台灣都在坐計程車 沒有前面一半都在 都都是地鐵啊什麼 捷運 捷運捷運捷運 後面自從跟這個阿貝聊過天以後 一半大多就是變成計程車 那其他的阿貝呢 其他的司機啦 其他的阿貝啊 其他的阿貝有分 有去過大陸跟沒有去過大陸的 就是去過大陸的 就是很友好啊 不管他們就是 政治思想是怎麼樣 擁護哪個黨派或怎麼樣 就是都跟我很能聊 對 對 就是 還有一個 反正就都很友好 有一個 還有另外我還遇到一個阿貝 就特別可愛 他說他上週還去過 我那個時候的上週啊 還去過什麼大陸什麼 什麼擊敗媽祖廟啊 我不知道 他說是 他說是 反正在大陸那個是最原始的 是 然後就是他去過很多地方旅遊嗎 對 好像是吧 反正他在計程車上還給我看照片 你知道嗎 不僅去大陸啊 然後還有去日本 一些觀光照片 反正他去過的那些地方 都把照片給我看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去過很多地方 那我覺得他們就是 怎麼說呢 眼界比較開闊 格局比較大 也不會特意因為我的什麼身份 就是對我產生 就是反正不一樣的態度吧 嗯 嗯 對對對 但是也有沒有去過大陸的 沒有去過大陸的怎麼樣 就不願跟我多聊 就沒聊了 可能就沒聊了 但是起碼他沒聊了 他可能就天生不愛聊 但是我也跟你分享一下 你這個讓我想起來的 就是我自己親身經歷啊 我在台灣 我坐計程車 我發覺了 當然我的樣本書我不知道 反正就我個人的樣本書 經歷過的樣本書 我覺得計程車司機 對大陸相對來講 好像友好度都比較高 是嗎 我在那個機場做過計程車司機 他對這個兩岸方面 他至少對大陸都希望能夠 友善來往 不會像那個一般民進黨的自治者 這麼採取那種對抗激進 或仇視的這種態度 計程車司機反而 對大陸的態度都比較友善 這是我個人的經歷 我個人的樣本 好 那應該就是了 可能因為他們以前有經歷過馬英九時代吧 那所以他自己有這個比較性 那也是因為他們的確是關乎到他們的生計 對 都有都有 有可能 提到生計這些問題 有的有的 都有嘛對不對 以前的生意好做 怎麼樣 對 對 有 所以說 我還是蠻喜歡跟他們一起聊天 每個阿飛都挺可愛的 歡迎你再多來台灣 那必須的 那你還有什麼特別的感想要分享嗎 關於台灣 總的來講 我再分享一段 好 我覺得這一段必須說 你說 因為我有點震驚 嗯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趕快加入